我们真的不知道确确的地方啊 小美 在超胆特别企划中 外警队来到了分身案的气势现场 一开始就不断有状况发生 我们现场有这个女生的工作人员 一起来帮忙 小美加油 不要怕 老师在这尽情感应 但是不要怕 彩哥 小心 先挺下 她的手 小美 是不可预测的力量过于强大 让超胆观众无法招架了吗 一行人正准备退回到入口处 平鸿的特殊动作却再度出现 似乎开始了某项任务 小美用力站着 不要晃 不要晃 她手晃都还发出骨头的声音 那现在就是那个观众地均这样这样 观众地均是不是 在帮她做灵疗 就是 她这边有那个被分尸 那个女孩子 是不过她 大概不过她 寻常跟她做改革 哦 这样子是不是 那现在是在帮她做灵疗 她可以 小美帮助她 这个我们老师说 观众地均帮她做灵疗 你如果能帮助她 她也是一种福报 看 连手的部分这边都是很红 很红的哦 肤色整个改变 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跟上次我们的特别企划 是状况是一样的 在这些 具有灵媒体积的超短观众 到达地点之前 就开始不停地有这样子的状况 对 还没到达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现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 针对这个特别企划 这个李医生跟这个张博士 你们讲说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特殊的一些 成长背景 经验 或者是实验室 反映 这样子的一种称呼 才会让他们有所谓的上升的现象 这一次他们又上升了 可是这一次我们的超短观众 明显的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跟他们的教育程度中的背景 都提高 都比之前来得高很多 那他们为什么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李医生 一般来讲的话 上升我们上有提过叫做 解离性的认同障碍 这个是他一个学术上的名声 专业名词 对 所以除了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些现象以外 早期的受伤心验 或者是说被人家侵害 或者是他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这种 气质性的症候群 比如说他有癫痫 还有这个所谓的心脏血管的毛病 会造成一些特殊的这种反应 或是他的感觉会比较灵敏之外 我们还会认定在某些情境之下 就跟张博士上提论这个实验室的反应 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我会觉得说像今天刚才我们看的那个VCR 你们的片段 有些的这种两位老师 一个是评隆跟战士的两位先生 他们的一个反应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上常常被看到 所以就算说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 我想也是有他们特殊的一个行为的模式 这个是不足为快的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平隆 他在上升的时候呢 之前是仙女的 后来又变成一个男的 对不对 这样子变男变女变变变的情感之下 他的成长背景 应该好像如果他变成说有点黏 黏黏腔 那可能一直他就扮演着这个的仙姑 那个的仙女 那个玄女 那为什么会男女角色互相这样的替换 我最近没有专门对这个做研究 所以我不敢确定说 是不是一定他的个性会一样 但是从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很多人会因为自我暗示 自我催眠的关系 希望可以做一些表演性质的举止出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任何他觉得值得学习 会引起大家兴趣的这个行为 都可以模仿跟表演 其实有一点 我必须说明就是说 当时我们车子在要到现场之前 还没有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产生灵动力 一下车的时候 刚才就是那个战车 他就是跑下来马上跟我说 他说老师 那个今天他有去清智 然后特别有讲说一定要老师开口 他们今天这边可以上升 保护大家平安 所以一下车的时候 我们就当时马上做一个处理 之后才开始感应 可是我们知道在平隆他感应的时候 在第一个 因为他是比较强的 就是他的守护神是关圣帝君 可是第二位 这个所谓的周昌将军上升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这一位是谁 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是另外一位就是那个战车在旁边 他看到 那当时我们在旁边 我也看到这是哪一位 然后之后再问他 他基本上那个平隆他是完全不记得 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将军 OK 那所以之后他是用一些 就是一个对照的方法 他当时感应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那我们来做一个对照 包括九天玄女来说的话 其实当时在复生的时候 大家其实现场是议论分分 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仙女 哪个是谁 对 他直接就称呼仙女 那后来是 因为我刚好有看到 所以我就直接请小平过去问 他说是不是九天玄女上升 因为在我们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神明 他其实人们赋予给他一定固定的形象 大致上来说 你大概看到那个形象上来的时候 就知道大概是哪一位神明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感应里面 在屏隆身上就发现到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事情 也就是他在我们所谓的那个九天玄女 在上升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让我很惊讶 因为他有一个部分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金片子的桥段里头 这个叫云首 那我就试着有跟这个张博士一样的心态 我就试着跟他聊天 就是事后我们就聊天聊 后来就问他说 那你们学过戏剧 他说在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工作是不允许的 不可能去学这个戏剧 可是他做的是标准的云首 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 因为我哥是学戏剧 那我们也会去看 我也会去学这样 那我就吓一跳 他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而且甚至于他会开口讲方言 是那种听不懂的语言 可是也许这个语言是 在某一个国家或甚至某一个地区 是他们听得懂的 这就是很奇怪的 连你们两个也开始跟着一起了 原来以为 我原来以为多了两位专家 加入之后呢 能够让他更多的那样的货来开朗 那样的问号更多了 不是 因为娇哥 他们解释的都是说 精神层面的 对 心理层面的 老师也灵学层面的 拜托 大家待会解释的时候 多举些实力 不要让这个节目 变得好像那种学术研讨会 我感觉好像太严肃了 太严肃了 好了 可能因为刚才前面那个VCR呢 时间稍微短了一点 所以呢 大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讨论起来呢 没有太多共同的一些发挥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从这些感应的观众朋友们 他脸上表现出错愕那样的表情呢 一定知道当天的这个现场 会非常的错乱 我们赶快来看看 接下来南部的超胆特别计划 那我跟你说 就是刚才就是他 就是决定群女 基本上 他是带我们去找到那个实体胖的地方 然后找到以后就是 刚才另外一位小姐跟他做感应 那所以那个 后来观众第一 虽然老师解释了所有意涵 但是超胆观众又亲身感应到了什么呢 老师的表情 老师这个脸色看起来不太对劲 所以老师你尽量小心一点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小妹 来 你站起来吗 你现在跟刚才整个哭泣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好很多 好很多 而且脸色看起来也好 我相信林寥这个动作呢 不但对林好 应该对这个自己本身也会有 实时的帮助 对 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对 还有我们的战车 他现在也是满头大 但还没状况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 应该是观圣帝君 对不对 老师 指的一个方向 然后他突然像家将一般 从后面出去做一个指令的动作 你那时候是有什么感觉吗 他说就是想说 林贵都引我神明上来 想说上去护持一下 护持一下 结果一护持之后 不行 没事 我就没有感觉了 你不知道在你身上的是谁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的神村是周昌周将军 周将军 这是关圣帝君旁边的那个护驾 哦 护驾是不是 对 护驾 果然是一模一样的 光我们看到的 那你现在整个人呢 感觉会很累还是 很累啊 很累 一直在流汗 跟我们就屏龙是一样的状况 好 我们现在开始 简单感应就从现在开始 OK 好 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好了 现在 但是有一个是站不直的 老师 站车 站车 你可以 这个指示去做吗 可以哦 来 可是有感应 你就尽量给他感应这样子 OK 各位观众 现在呢我们的 特别 这个超转计划 这个特别计划呢 在这个南部已经要实施了 那我们的全部的观众 已经进入我们的浅层的感应 但是呢 似乎还没开始感应我们的观众 已经出现不妙的状态了 而且我们站的位置呢 十分的奇妙 就是这个火葬场 过往 过去的人呢 他们会在这里 烧掉这个尸体的一个前面 由于考量到战车本身独特的体质 陪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师兄 眼看感应一开始 状况就不太寻常 师兄马上协助处理了战车的状况 在这个动作图上 那关帝圣经有战家就对了 OK好 各位观众现在站在这个战车后面呢 是战车的师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哦 是紧握着的 大环 这位师兄在自己手上做了结界了 他在哭泣 他在哭泣 请问您有何烟区 你可以透过 眼镜接身 你说话可以说话吗 不行吗 不行吗 是 想要你退驾 要退驾是不是 强迫退驾 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但是师兄要强迫退驾 来 他别做感应了 他不行吗 师兄不行吗 没错 那个赶快来帮忙 在旁边休息一下 OK 我们可以看到师兄 一个非常笃定的脸说 他不能做感应了 就不行了 而且说没错 就在强迫解除战车的感应状态后 另一头的平龙进行了他的另类接触 这次他的表现更为激烈 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因为我们身边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是我这样冲过来没有闻到过的 但他身边有一股新香味 他表情全然不一样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整个奇妙的现象是不同的 看他的表情 十分的有力 感应现场的力量越来越明显 超短观众的状况将出现更震撼的效果 不可思议的节目内容 你千万不能错过